很多韓國客人很常問他 我們現在要去的火鍋店 就是怎麼去之類的 到底這個麻辣鍋有多好吃 好 我們呢現在就是要去西門町 就是我們要來吃一個麻辣鍋 我的導遊朋友說 因為他帶團他會遇到很多韓國人 然後很多韓國客人很常問他 我們現在要去的火鍋店 就是怎麼去之類的 所以我的朋友就超級好奇 到底這個麻辣鍋有多好吃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試試看 我剛起床 因為昨天有點累 所以睡得比較晚 現在就是我的第一餐要吃麻辣鍋 耶 我們到了 第一個看到的是韓文了 那就是這個皇家帝國麻辣火鍋 他其實是不是做韓國人生意啊 為什麼都是韓文 為什麼都是韓文 我覺得好笑的是 剛剛我們進來 然後店員說 欸 台灣人嗎 所以我們是很不像台灣人 還是我們看起來很像韓國人呢 好像很好笑 還是他其實都要確認一下 這樣比較有禮貌 然後一坐下就可以點兩個湯 本來我以為這裡只是吃麻辣鍋 但原來發現有很多不同的鍋 然後就問了蒙古麻辣鍋是比較香的 因為有下藥材 所以叫了蒙古麻辣鍋 和我最愛的番茄鍋 可以夾菜 喔 很多東西 我們是健康的人類 多一點菜 喔 蛤蜊 旁邊有蛤蜊 蛤蜊熬湯超好喝 唉 太有生 天啊 歐蜊種類太多了吧 啊 這裡是無限飲食的 所以想吃什麼就自己搏 然後我發現他們 野食的種類很多 非常之不錯 是好過韓國 多多食韓國 真的完全沒有選擇 在韓國吃 火鍋是一個超級錯誤的選擇 欸 可是我覺得這裡有個不便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人 然後可是我們盤子只有兩個 就是我們這邊滿了的話 然後我們就要丟進我們的火鍋裡面 然後再出來拿肉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很不夠 這個有點不便 我吃牛肉的話 是這樣一盤這樣子 吃的我的量 所以現在我們翻出來桌子 之後呢 我們要把所有東西這樣 放在下鍋裡 好不是平時打火鍋的那種方式 好 來下這個 滷筍汁 我沒喝過 喔 就是那個 很棒的味道 不然想喝啤酒 我一整天喝啤酒好像不太適 所以就不喝 我試一下這個 湯 麻辣湯 喔 超濃 沒有太麻 沒有太辣 但就是那個 藥材 很重 欸 很好喝 喔 番茄有點 遜色耶 番茄不是我期待的番茄 清湯裡面放了幾個番茄 然後很淡很淡的味道 因為我在韓國吃的 它竟然有超濃的 我很驚訝到 這個番茄普通 來來來來來來 那其實不太麻不會太辣 但是藥材味很重 我覺得很特別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麻辣 那我大概知道 韓國人為什麼會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們 蠻不能接受很辣很麻的東西 這個味道我覺得 這是一點點一點點 讓他們有到就好 我覺得是那個感覺 可是我自己是可以 再麻再辣一點 它還有蝦欸 那麼大蝦 我覺得這種大蝦 在韓國絕對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很多韓國人 會一直推薦 然後覺得這邊很棒的原因 應該就是因為 剛剛也看到 那個食物種類超多 因為在韓國吃火鍋 就是牛跟豬 然後就是一堆菜 跟麵之類的 就是你的選擇是超少 韓國人來到這邊 就是感覺這邊會是天堂 當然它的味道 我覺得不差 是ok的 很淡色啦 我喜歡其實說麻 都是麻的 就是都可以 我朋友之前就說 就是約我來吃中午 就是因為平常我吃火鍋 都是吃晚上 因為這邊晚上超多人 所以可能要等很久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選擇來吃中午 對平日中午 然後沒有什麼人 然後就剛好 沒有韓國人啦 這邊是 我覺得韓國人也是比較 晚上才會吃火鍋 就是有一種火鍋是晚上才會吃的概念 對我來說 因為你中午來吃也可以省一點 我常常覺得吃火鍋 會不小心吃很多 吃的話早點吃 對 就消化也會好一點 才對 加湯還可以選擇加辣湯還是青湯 很棒 一般馬湯都可以加青湯給你的 親愛的 好 好吃 好開心 吃飽飽 然後一個人呢 午餐是700元 加一就是770元 非常飽 所以我們現在要散一下步 對好 那我覺得 這個火鍋算不錯 然後我也真的 可以明白為什麼 這麼多韓國人會喜歡 來這裡吃 因為是真的 第一就是 價錢我覺得OK 在韓國吃火鍋 可能就是 一萬五到兩萬塊左右 對然後如果 770這樣子 換成韓幣 是兩萬九 那我覺得 也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而且它的海鮮的部分 很多選擇 然後這個是 絕對在韓國 是看不到的 除了那種 水產市場 你專門去吃海鮮的那種地方 我覺得味道 也是韓國人喜歡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 它的麻辣偏甜 你覺得嗎 我覺得有辣 有辣 可是它的麻辣是偏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韓國人普遍喜歡的那種甜度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算是中上啦 他沒有說真的 非常好吃 可是我覺得 也不錯 可以吃上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按鈴鐺 記得followIG 或者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出生的東西 記得訂閱和我旁邊的鐘 就不怕做我出生的影片 我看這條影片再見啦 好像要下雨了 不可以感受到那個雨滴 不會下雨的啦 肯定不會 不要下千萬 好 Bye Bye